欢乐送二他追凡胜美追的厉害 妻子却是薛之谦之爱 认真的曲就是为他而写欢乐送二开播至军 一直徘徊在话题榜前几名 五个女孩子的爱情友情故事 让人们看得津津乐道 这部剧之所以这么火 也是因为这部剧有些话说得很现实 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周围的人 总能在这部剧的人物身上看到一些影子 这就是生活 剧中凡胜美的遭遇让很多人同情 觉得凡胜美压力真的太大了 来自家庭的父 胆像一只魔爪 牢牢地掐住她的喉咙 剧情不到现在 大家看到凡胜美和王百川的爱情开始出现矛盾 王百川想以事业为重心 但是忙起来对凡胜美又缺少了陪伴 凡胜美开始感觉很累 这时候身边出现了新的追求者 陈家康 陈家康可是个绝强的优质男 他也可以陪着女生笑 一言不合就给对方送礼物 下巴就在门口等着 满足其味蕾的所有要求 他可以成熟稳重 当女生遇到事情的时候 他总会第一个出现对其解决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出来陈家康的扮演者陈龙 就是之前在狼牙榜中 蒙大统领的扮演者 陈龙在剧中扮演的陈家康 在剧中对凡胜美追的热乎 但在现实生活中早已娶妻生子 他的妻子相信很多人都认识 他就是曾经在她来了 请闭眼中扮演霍剑华姐姐的张灵芝 1986年出生的张灵芝 在2012年和陈龙僵始于电影 杜江杜江的片场 很快两人在二 2012年7月7日结婚 并于2013年在上海市产生下一个儿子 起名九九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张灵芝在结婚之前 还有过极端感情 其中具有跟薛之谦的一段感情 之前薛之谦离婚的消息 在网上也是被广泛关注 其中网友扒出来的奇力年女友 其中最轰动的就是张灵芝 薛之谦之前说过 如果他现在写歌的话 一定不会写像认真的去那样的歌 因为他有重复的部分 爱得那么深 爱得那么认 真 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 十几年没下雪的上海突然飘雪 就在你说了分手的瞬间 这首歌算得上是薛之谦的成名曲 当时也是大街小巷广泛传唱的一首歌 他自己都曾自嘲地说 这么多年了大家就只记得他有一首歌 叫认真的雪 大家听这首歌 也会觉得这是一首在失恋的状态下写的情歌 这首歌就是是在这种状态下写的 很久很久之前 张灵芝还一位网友 提他跟薛之谦的就是儿咋 毛过连续发过好几条微博 薛之谦曾经透露过 在参加我行我秀比赛之前 有过一个女朋友 但是在大赛前分手了 之后一直创作情歌记录 这段感情的感受 从那之后所发行的三张专辑 都记录了他对前女友不同的感受 薛之谦之前在上海开演唱会 希望前女友可以到现场 但是最后没有来 问其分手的原因 薛之谦说 我觉得我们挺合适的 但是当时没有钱 又年轻 又很胡闹 单方面喜欢 不要我也没办法 据说当年两人的感情 好当如交四期的地步 薛之谦是把他当作结婚对象的 应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人 后来张灵芝在结婚前 还和台湾艺人陈卫敏交往了一段时间 据说当时因细生情 陈卫敏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 但是看照片的话应该 也有不少人认识 他大张灵芝二十岁 曾经离过婚 而且被前女友控告到坐牢四个月 当时据说他跟张灵芝感情不错 但是女方家里不同意 但是 话锋一转 张灵芝就嫁个了陈龙 而且很快生了个儿子 这个急转弯 当时让很多看客都措手不及 其实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 薛之谦 张灵芝他们都过得很好 薛之谦虽然离婚了 但是事业上顺风顺水 代表作不在 只有认真的雪 现在她的歌曲恨不得出一首红一首 张灵芝也和陈龙过得非常幸福 陈龙是个非常疼爱老婆的人 张灵芝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以后 也找到了自己的如意郎君 陈龙者 几年的事业也很不错 很多电视剧里都有她的面孔 也许这就是大家最好的结局 马荣出很招夺财产 竟让自己亲妈和准公公假结婚 这是什么套路 王宝强和马荣的事情 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而马荣仿佛人间蒸发在为露面 如今半年已经过去 马荣却在上热搜 又出来兴风作浪了 和宋哲出来开始分割 王宝强的财产了 据说宋哲的爸爸和马荣的妈妈 都帮出来了 他们俩竟然假结婚 马荣自己离婚 情人离婚 亲妈和准公公结婚再离婚 如果一切传闻属实 5月18日这天 大概会因为马荣 被定为世界离婚日 这次 马荣不仅被媒体拍到 与宋哲共用爱车 马荣的父母和宋哲的父母 也一同出现在镜头中 小十万年的马荣看上去 春风得意 双方父母还如同情人一般亲密无见 最期盼的是 这两家相聚的地点竟然是民政局 因此有群众猜测 马荣每周打赢了离婚官司 分到多少钱 不过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下午又有媒体人爆料 这两家人去民政局 其实是双 方父母分别办离婚去了 目的是转移财产 世青的经过是这样的 5月10日 媒体拍到马荣 来到宋哲位于北京朝阳去的家 4日 马荣和马荣母亲 宋哲和宋哲父亲一行四人 来到顺义民政 只见马荣母亲下车进入民政局 而宋哲父亲则在外等待 关键点来了 摄影师在民政局发现马荣母亲后 在马荣和母亲的谈话中得知 马荣此次是来办理离婚财产分割手续的 随后马荣母亲与工作人员讨论财产分割情况 而他手中的文件正是马荣离婚证的复印件 在马荣走出民政局后 摄影师注意到他笑容满面 于是猜测他在离婚案中获得了可观的利益 而从民政局离开后 是宋哲的父亲将马荣母亲送回家的 显得很亲近 马荣分得财产 并仍然和宋哲在一起 两家长辈如亲家般亲切 这场持续更新了半年多的王宝强 离婚案 似乎就以这样的结局全剧中了 吃瓜群众们便收起小板凳 便对宝强叹息 可怜的宝强阿姨 最终还是搭进了巨额财产 可令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是 财产还在后面 神转折来了 下午一点半左右 媒体人罗贝贝在微博中爆料称 从知情人事处得知 此番马荣 宋哲以及双方父母 被拍到出入民政局 不是马荣和王宝强办理离婚手续 而是马荣母亲和宋哲父亲 办理离婚手续 马荣和王宝强还没有离婚 罗贝贝还表示 为了转移财产都很拼 父母和子女都是一个母子里 可出来的无所不用其极 疑似按知马荣和宋哲 为了转移王宝强财产 安排双方父母结婚再离婚 此条微博很快被转发过千次 但也无法真正得到核实 这个爆料就有点震碎三观了 普通群众的脑袋瓜可能有点绕不过来 但有聪明的网友指出 如果马荣父母离婚 宋哲父母离婚 然后马荣母亲和宋哲父亲结婚 这样马荣就可以把转移的财产先给母亲 马荣母亲再通过婚类财产再 给宋哲父亲 马荣母亲和宋哲父亲离婚后 宋哲父亲把财产转给宋哲 这样马荣和宋哲结婚后 就完成了财产的乾坤纳挪移 只能说为了转移财产 马荣两家这也太拼搏了吧 这事的把离婚 法制的多头才能掌握的财举啊 庞立鹏律师认为 诉讼离婚耗费人力物力 协议离婚是既平和又便捷的手段 对于王宝强而言 协议离婚能够快速解决这场 婚姻闹剧中的众多负面影响 对于一双丸 女的健康成长 以及个人事业发展都极大帮助 但是协议离婚对前妻准备阶段比较严格 比如夫妻双方必须对财产问题 子女抚养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且协议生效后依靠双方的自觉遵守和旅行 但是根据王宝强和马荣之间的现实状况 其实协议离婚的可能性不大 究竟新闻中的画面为何而来 想要说明什么 难免让人心存疑虑 目前 法院对王宝强的离婚案 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判决结果未出来 之前 王宝强与马荣之间 依然存在合法有效的夫妻关系 但马荣并不必会与宋哲成双入队的出现在大众事业 法院也会针对他的这种行为 做出相应的裁决 对于这种道德无底线的行为 应该人人唾而弃之 虽说人没猜死 尿为食亡 但是马荣这种行为 已经是人神共愤 说他是当代潘金莲 一点也不畏过 任何对权金莲